大盲人杨子终于营业了,这一次引发尖叫的同时,却引来不少吐槽之声。 26日晚,杨子现身代言品牌的线下直播,当日,杨子先是穿着自己的私服,白色T恤配针织开衫,头发扎成一个小啾啾,看上去十分清爽,现场来了不少支持的粉丝。 面对热情的粉丝杨子没有多说话,只是深深居了一躬,诚意十足,之后,杨子换上了活动造型,作为代言人上台和大家互动,杨子穿着蓝色拼接长裙,上身是抹胸,露肩设计,下面的裙摆又大又蓬松,宛如白雪公主的礼裙,看上去滑贵而隆重。 还有网友释出杨子的怼脸生图,问长相思刚杀青后的杨子状态如何,不过,对于网友晒出的生图,粉丝却并不满意,粉丝吐槽,这么糊的图有啥可发的,都没见别的艺人发这种糊涂,并晒出了杨子的精修图。 从对比图来看,除了光线更明亮之外,杨子的精修图和直播生图,几乎没有任何差别,不止脸蛋一样小,身材也一样纤细,并不存在之前一直备受争议的发福问题。 其实,审美虽说各有差异,演员也应以作品为主,但外形所能成为加分项,又何乐而不为呢?造型师不妨听取粉丝的意见,也许会有别样的惊喜,杨子。